我們現在要分享通背法的暖身操 吐氣 雙手打開感覺左右兩條線被撐拉 回來 吐氣 好 跟著呼吸 第二圈 三 蹲下去的時候感覺你的鼠息有兩條線 往外撐拉 讓你的膝蓋對著你的大拇指 然後慢慢起身 接下來讓你的頭往上吸 從你的腋下開始往上吸氣 用你的手肘360度畫圈 接下來一樣我們要準備開胸囉 我們將會上步 上步右腳往前吸氣 雙手打開感覺左右兩條線被撐拉 回來 吐氣 吸 一 二 前面幾個呢我們會慢一點 接下來後面四組呢我們會加快 好 好 and 三 四 好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 讓你的手呢很放鬆的 向左右延伸 有一種略略甩開來的感受 好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好 接下來讓你的手搭在你的腹部 我們做腰卡的畫圈暖身 讓你的尖椎往前推 慢慢的往你的右邊順時針 畫一個大圈 盡量是360度 好 跟著呼吸 第二圈 三 因為通背法呢 主要我們都是用腰卡來發力 所以在骨盆區這個部位的暖身 非常的重要 我們是用腰卡發進到我們的中軸 身體到四肢 好 換邊 所以你可以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盡量去探索這個圓圈的邊緣 盡量360度的畫圈 好 第三次 如果你的呼吸非常深的話 其實做到這個時候 你已經有微微發熱的感受了 好 接下來一樣 讓你的右腳 微微再往外邁開 大約一個半骨盆 你的腳掌呢 稍微往外45度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下盤的馬步下蹲 蹲下去的時候 感覺你的鼠息有兩條線 往外撐拉 讓你的膝蓋對著你的大拇指 然後慢慢起身 記得喔 頭頂一條線的中軸要一直拉著 好 蹲下去的時候 我們雙手抱圓吸氣 到你的胸口盡量下蹲 吐氣 這樣我們大腿的筋膜 微微的展開 吸氣 我們會做八次喔 吸 吐氣 再來 吸 吐 因為通背法 它動到的下盤 馬步 弓箭步非常的多 所以呢 這個暖身動作相對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你的核心跟中軸要提氣 這樣呢 才不會傷到我們的膝蓋 吸 吐 吸 吐 最後一次吸 吐氣 好 慢慢把你的腳掌往前 收回你的右腳 今天的暖身 就分享到這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 按讚 訂閱 開啟大鈴鐺 卡 喔